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好了我们回到第二节对话韩人 美国还在疫情选举搞了一堆的时候 中国举行了刚刚这个十四五中全会 十九届五中全会 定了很多国家的发展规划 很详细很多方面 看都没看得及这么多 两个很不同的角度 但是现在就在竞争着 从这两种国家不同的状态 韩先生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美国还在吵着 到底特朗普撞得好还是丑 拜登上来会好还是丑 大家在那里吵巴闭的时候 中国就 共产党中央 开了个十九次十九 第十九届五中全会 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第十三五年计划今年就收官了,完成了 大部份就算不是全部,大部份的目标都是实现了 今年我觉得第十三五年计划应该是没问题的 唯一现在最大的就是我们大家都未知的就是扶贫计划 扶贫到底能不能够达到目的 现在看来大部份的目的是达到的 可能会还有少少的收尾未曾能够完全收尾 这个或者会有可能的 但是似乎习近平和中央很紧张这件事 所以到下个月11月甚至12月宣布扶贫任务完成 也不出奇 总之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 第十四个五年计划要制定 为了制定这个五年计划最近北京的要员四出 甚至习近平自己亲自出马 来调研,开座谈会,听专家意见,听企业关意见 都做了几多工作下,似乎现在搞了个大纲出来 这个大纲厉害了,不单止五年计划 它那个远景目标定到2035年,即是十五年之后 美国还未知几日之后会是怎样 但是中国共产党说了给你听,十五年之后我们会怎样 十五年之后到底是怎样,能不能够完成 这件事我觉得现在说的似乎是远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讲明了什么事呢 讲明了现在中国是可以为十几年之后来制定计划的 为五年之后来制定计划已经是短的了 为十五年之后制定计划 就是这样讲一下,它是一些具体的东西 譬如到了2035年的时候,中国的碳排放情况是怎样 这件事,虽然它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给你的 但是它告诉你,会应该到一个什么的程度 譬如GDP,十五年之后,去到2035年的时候 中国的人均GDP是多少呢?没有一个数字给你 但是它可以告诉你,去到中等发达国家中等的水平 差不多就是说,我们到十五年之后 中国就可以,国民的收入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差不多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就是这样的状态,之下限度它是有一个这样的目标的 所以,一路很多人都在说,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 它的制度安排是有优势的,它起码少了很多欠来欠去 社会分裂,这些完全是无效的争斗,它少了很多这些 而主要你那个领袖,主要你共产国明确一样东西 我们今后的目标是为了改善民生 就是为了要给人民带来更高的幸福感 要更大的生活改善,你定了这个目标 然后定下一步我们要去到哪里,大家一起做 所以按照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政权以来 这七十年,十几个五年计划,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要完成这些五年计划的目标 是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是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了,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政治,你的国家不能够发生动乱 不能够发生大的战争,这些是前提,如果不是的话 我可能就窩可,搞不定 现在制定下一个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不断强调外围的情况不明朗 就把这个因素打下去,所以我觉得它的目标可能还是稍为保守 如果外围的情况得到改善的话,可能会超过这个目标 也说不定的 好,另外台海方面,似乎 那个紧张已经拉得很紧,而且没有放松过 这个解放军的军机仍然是频密地进入接近台湾的空域 那有些两岸的很多评论都在说 这个是不是解放战争即将到来 或者是已经无可避免 评论很多 那何韩先生你自己又怎么看呢? 这个就是最搞动人心的就是 前陆委会副主委 台湾的一个学者最近提出来 说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现在已经处于准战争状态 当时引起很多的议论,是不是耸人听闻 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台海两岸哪有所谓的准战争状态 根本就是一路都是战争状态来的 两岸的那个战争状态从来就没接触过 一路都没有签过什么法律上面有效的 什么停战协定或者什么协定 根本就没有,所以一路都是处于战争状态 只不过在一定的条件底下 双方有一些默契,不会打你 是吧?那边又认为我不会做些你顶不住的事 就是这样的嘛,是吧? 所以根本就没有准战争状态 现在的问题就是蔡英文民进党不断地叉上去那条红线那里 那现在呢,当然未曾叉到,但是已经差不多了 那原来一个投票IR应到了之一 那里被辖的官方就有吃到之前川普 thの人 中国人以为共产党也不敢打他 共产党 només農民想打他 也统 revisit米国大地 神奉饭地去和美国买分党 说话不能 Rodriguez Hin 现在在台湾方面,是有一种不断的试探,不断的走近那条红线 大陆方面,似乎表面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动作 只不过是派一些飞机周围巡下,外交部发言人,国防部发言人 说一些,凡是台湾讲话的,似乎未有什么实际的 真是可以引起战争的杜火索,真是点着了,未点着 但这些杜火索是存在的,说不定哪日什么时候就热热 一热热的话,根本就不用过渡的,哪用准战争状态去过渡的 说打又打,所以台海我认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如果美国在这方面,急时刹着车,不要让它再恶化 不要再走近那条红线,再踩到那条红线,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怎样才能踩到红线呢,定义在大陆 所以,你无论做什么都好,大陆认为觉得应该打你,可以打你,他就打你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准战争状态 从一个战争状态,但是大家都有默契不打这种状态 但是,到了突然间有一方,觉得我可以做这样东西 对方觉得我必须打你,这样的时候,这个战争马上就爆发 嗯,这个危机,我都觉得是不能太过轻视的 好了,节目时间够了,那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听何伟先生的分析了 我现在在这种付得的这种东西 就会说,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听 声音乐 我们下一个礼拜继续听 声音乐 然后 Оп我们下来这种发行走